我手后就没更多互动 两人都被视为角逐台北市长热门人选 在要是公会理事长交接典礼上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首度和卫福部长陈时中同台 但同桌吃饭还都做主桌 除了敬酒外几乎零互动 陈时中唱歌唱上瘾 手插口袋在台上开心献唱 致辞时蒋万安忙着敬酒寒暄 轮到蒋万安上台致辞 陈时中则专心爬饭吃 两人各自拼唱 有感觉到台北市长选战的前校战 社会好像有这个氛围 但我自己是没有 不只陈时中蒋万安两人互动受关注 同样是台北市长卡位战人选的 黄珊珊也出席同一个活动 但巧的是黄珊珊8点15分才抵达 碰不到7点半就先离开的蒋万安 上台致辞就先自嘲 珊珊总是来迟 联想到是不是要避开三人同台 我不晓得 没关系因为活动很多 明知他副市长要来吗 怎么有等他 我不知道今天他们有邀请哪些贵宾 大人气 蓝绿白台北市长卡位战 已经有浓浓烟消味 记者黄明君李怡婷台北报道